哎呀 几乎就没有损失多少个单位呢 对吧 损失39 干掉97 干掉了对面三倍的兵力敌 按道理来说 用人数堆的不应该是苏联吗 怎么反过来了 行 我们又顺利的输掉了一场战斗 为什么说是输呢 因为土地被占下来了 这边的话继续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可以升级 255点 狙击手我就不解锁了吧 我觉得我也用不到 然后神风坦克 为什么苏联会有神风坦克 也是个自爆坦克 完全不理解 升指挥官吧 指挥官你100就有点过分了呀 先升低的 对不对 先把低的升上去 好 再我看一下75点升了吧 还有45 我再买个指挥官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来再增加20%的射速和伤害 哇塞 我的部队真的是人才济济啊 我想一下 给你买辆车 买 还有八千九 行了 八千九拿去打仗吧 这关的奖励是三千 但是我们能用六千 用就用了吧 反正这一仗打完就结束了 啊 伟大的卫国战争章节就结束了 用就用嘛 无所谓 这个时候 苏联的VIP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之前打波兰 是为了干掉波兰VIP 果然 这一回我们就是为了保护苏联VIP 保护这一面欧洲的红色旗帜 我加了个限定语 避免出事情 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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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一下 非常重要的人 对面是空军陆军都有 先生产步兵 这个不用说 兵营单位不生产步兵就是浪费 轰炸机和战斗机数量都挺多 不过呢 我们只要出跟他们飞机等同数量的战斗机 轰炸机不管就可以了 对吧 不过呢 防空炮还是得有啊 一个 第二个我看一下 放 放树林吧 我们把防空炮放树林里面 一个够了 一个够了 对吧 剩下的全部出战斗机 就不出防空炮了 就用战斗机防空 剩下的防空全部出战斗机 这数量我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了 剩下我们就 我看一下对面轻型坦克 可能里面还混有中型坦克是吧 还有两列士兵 我们不雷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坦克要想袭击我们的very important person 就只能从这个地方过来 不一波雷 能炸多少 算多少 然后后方放一辆维修车 等一下啊 我觉得 几种点轻型坦克 对面应该 很小概率会从 湖的 北边绕过来吧 就是我现在这个 这个视角的北边 对吧 一样我们的坦克是放的很散 我觉得北边如果没有坦克 我们就把北边的坦克数量减少 全部从 VIP这边进攻 对不对 然后再放一点 试 诶 诶 诶 放一点士兵 最后就是指挥官 一个 两个 三个 放后面啊 好 然后 诶 等一下 我觉得我的这个雷可能布置有点问题 对面是普通步兵加上坦克进行协同作战 我们的雷啊 可能最右边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 就是最靠近 屏幕的这一边 好吧 这么说也不太对啊 不管了 就你们知道 可能诈不到 像我这样摆的话呢 可能 雷的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对吧 我们要提供雷的利用率 不然这个雷就很亏了 行吧 开局的话呢 好像我们会占有一点优势 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的空军比较厉害 能直接迅速的把他们空军全部给歼灭了 看到没有 德军现在已经没有空军了 这还打什么闪电战呢 哎呀 还有一架飞机 冒烟了 坠落吧 没了 再见 我以为他飞机撞到我坦克了 吓我一跳 来 控制一辆坦克 可以看到啊 树林那边全部都是德军 看到没有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往树林里面随意开炮 总该会打中的 看到没有 BT7击中了敌方的坦克 击中了敌方的这个轻型二号坦克 来 再来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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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哎 对面坦克好像压上来了 我再打几炮就走 行吗 我这个摊点炮 摊点炮 哎 不能摊了 不能摊了 该撤了 哎 往后退 等一下这个方向有点难控制啊 来 该撤了 走走走走走 哎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们只要敢纵身进来 会踩到我的雷 并且呢 会遇到我的其他坦克 对不对 我看一下没有人过来 好像没有人过来 不是 我怎么感觉德军处于劣势呢 为什么 不是德军处于劣势 是我们这边处于劣势 哎 德军的人怎么全部在这个房子里面 吃饭吗 这是 啊 有啥好吃的呀 我也想过去了 哎 我们的坦克也太分散了吧 能不能 啊 组成一个 集团进攻 我 我把它摆的分散 不是为了让他 作战的时候分散 我是让他分散的时候 能有一个主动突击的这样一种 想法 一种思维 啊 对吧 前两局都是这样 为什么这一局 就感觉好像被打得像逃兵一样的散 对吧 这个不是有那种战术思想的分散 而是像逃兵一样的分散 这个就很过分了 哎 等一下 从地图上看好像还好啊 对吧 从小地图上看 我们 红色明显处于一个优势状态 哦 是因为步兵太多了 而步兵多也厉害 我就不信你们这两辆坦克 三辆坦克 能凸掉我的这个兵营 哎 这么多步兵 完全给他拦住 行吗 还踩我雷区 哎 再见 没了 行了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 生产步兵的速度 无敌 行吗 无敌 没有什么说的吧 我赢了 我用机枪扫一下那个房子啊 哎 这有点扫不到 这个机枪他控制比较难受的地方 什么呢 就是 他是跟炮管一起控制的 啊 你得先把炮管对向那个位置 机枪才能对向那个位置 这种控制逻辑的话呢 我就有点想不通 啊 难道机枪就不做人了吗 我就不能自主选择一下 这个攻击方向吗 啊 好像真实战争中也是不太行 有这个小范围的45度左右的倾斜角 可以左右调节 啊 但是好像也不能进行大的调节 180度是肯定不行了 对吧 好 这边是一辆落单的德国坦克 我就静静的看着他靠近我的士兵 然后 就把我的士兵打死了 啊 干得好 不是 为什么 哎 这个苏联士兵为什么要站到这个坦克面前 你在干嘛 你在思考什么东西 好 最后一辆坦克消灭 游戏获胜 哇 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呢 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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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神经病一样 啊 行吧 那么伟大的卫国战争 这一整张的话呢 我们就打完了 后面的土星行动 我们再找时间去打 然后其他章节就只能等到 游戏正式发售之后了 啊 那么土星行动什么时候录呢 我再找时间吧 毕竟最近还有很多其他游戏没有录 都被这个游戏占掉了时间 而且的话呢 我最近也开始工作了 也要学习了 非常的忙 所以的话呢 更新的速度会有所下降 那行吧 我们这一期 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个阶段 所有的战役就结束了 我们再等他加载一下 我觉得胜利之后 他应该还有结尾的一段动画 要给我们看 我可不想让你们错过这个 朱可夫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顺利的保护了他的脑袋 他很高兴 啊 这句话我就翻译成人话了 翻译的非常的快 哎哟 少尉 哎哟 中尉 再升 哎哟 你看我就 短短这么一点时间 我就突然变成上尉了 我这个军衔升得太快了 OK 那行吧 那么本期的 全面坦克战争模拟器 我们就先到这里 后续 再找时间录吧 还有什么要说来着 哦 对了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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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